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一起要去敬拜赞美和高举我们的神 我们欢迎各位的来宾 在这个特别的主日的里面 和我们一起的敬拜主 今早我和各位一起思想的讲道的题目 就是我们讲了八次的了 叫做福音就是唤醒生命 今天是第八次最后一次 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思想 一个题目叫做我们都可以领人归主 我们都可以领人归主 请大家打开你的秩序表 找到今天的信息大纲 如果你有圣经的 请你打开《以赛夏书》第52章7至第12节 让我们一起的去仰望我们的神 也在今天的里面 让福音真是让我们能够完全的明白 并且是激励我们的生命 当我们讲到福音就是唤醒生命 我们讲了这么多次 我们都和大家讲过 这个题目当然我们希望是讲福音 让我们所有的来宾 能够有机会接受耶稣基督 但是重点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 就是信了诸好耐的人生上面 我们愿意我们重新的思想福音 是唤醒我们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看见福音那个的重要 而且让我们看见福音里面的主人是谁 福音里面的题目是什么 还有为什么我们要努力的 是去努力的为我们未信主 未认识福音的朋友 同事我们的家人来祈祷 好好的是带领他们归主 让我们一起今天去思想这件事 当我们告诉别人 你来吧来听一下福音 来来教会听一下福音 朋友一定会问你 是什么来的先 是什么叫福音 可能你就会说 福音就是听一下讲耶稣的事 希望你能够认识耶稣 并且能够相信耶稣 你有没有想过当耶稣的时候 就是2000多年前耶稣那段时候 当耶稣去传福音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耶稣都去传福音的呢 那时候耶稣传福音的时候 圣经说耶稣是来到加利利 他说是去传扬宣传神的福音 传扬神的福音 然后耶稣就说 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 你们当会改传福音 我想大家今天试下想一下 当日当耶稣同人这样说 去传扬神的福音的时候 当时那些人又会怎么样问呢 会不会像我们这样问是什么来的先 你带我去做些什么呢 当你看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对比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当时的以色列人 他们对福音这件事是完全不陌生的 原来是福音这一个concept 这件事 他们已经听过很多次 并且在他们心里面 是非常渴望 这个福音能够快点来 在旧约圣经的里面 以赛亚书 特别是耶稣那段时间 是很多人是看以赛亚书 他们看福音书里面 都是很多以赛亚书的 在以赛亚书里面 是多次提到福音这件事 而且是有四次 是直接提到这个福音 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当先知以赛亚 写这个的以赛亚书 得到神的默示的时候 以色列人是被老 是忘了国 他们去到巴比伦那个地方 在巴比伦那个地方 自己又流亡 是被老 是什么都没有了 他们是非常之的depressed 他们非常之的绝望 神就透过先知以赛亚 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depressed 你们不要绝望 因为是有福音 要告诉你们听 今早早各位朋友 各位体影姐妹 我们今早就不要depressed 无论我们在什么境况里面 我们不要失望 我们不要绝望 因为今早早同样 是有这个福音 是要告诉我们听 究竟这个福音 告诉我们听什么呢 请大家和我读第一段的圣经 以赛亚书第52章第7节 我们一起读 那部佳音 全平安 报好信 全救恩的 对石安说 你的神作黄疗 这人的脚登山 何等佳美 以赛亚书52章第7节 究竟是什么呢 他说有人 有一些使者 跑来 跑来告诉我们听 他说那些人是报佳音的 佳音这个字就是我们的福音 那一字 他报福音的 他是全平安 报好信 全救恩 究竟福音是什么呢 福音他这个告诉我们 他说对石安说 就是对以色列人说 你的神作黄疗 这个就是福音的 theme 你的神作黄疗 不是当时他们住在那里的巴比伦王作黄 当时巴比伦王确是作黄 是恶了的 不是 不是他 又不是后期的波斯王 又不是今天的我们各种的 这个神 那个神 他已经作黄 是耶和华 世界上宇宙上独一的真神 耶和华 就是神借着以色列人去传给人 全世界人知道的那个独一的真神 他已经作黄了 这个是福音 我们就问 他们当时也问 这样他的作黄 如果耶和华 神已经是做了皇帝 If he reigns 那有什么这么好呢 为什么是福音呢 你听一下那个全福音的人 他刚才做了一段圣经 那个人他说 我是来全平安报好信 是全救恩的 神已经作黄了 原来的意思就是说 当神是真是作黄的时候 当他管理 当上帝治理这个世界 治理管理你的生命 你让他这样 听他的话 让他这样做的时候 有三样东西出现 第一样那个人说 他说我们来全平安的 他说是平安来的 当神作黄的事就有平安 什么叫平安呢 他就原意是 Shalom那个字 就是有和谐 就不再有暴力 不会再有毁坏 不会再有破烂 不会再有破裂 不单单他说有平安 他说我来报好信的 报一个好信息的 这个好信息是什么呢 这个好信息就是 当上帝在你生命里面作黄的时候 神创造万物的一切原本的意思 就是他做各样的事原本的意思 都因为他作黄的缘故 各样的事能够重新出现 圣经里面告诉我 神做万物也好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东西这么吵架呢 是因为罪恶在人的生命里面 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 人的滥用各样的事 本来好的东西都变为不好 但是他说当神治理的时候 不单单是有平安 那好信息就是 一切上帝所做的都会正常化 公义和平等 是你和我想要有的 公义和平等 就是当上帝治理的时候 公义和平等 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漸漸的会出现 还有第三样 他说他是全救恩的 全救恩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神来到的时候 他不是单单我作王 他是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那么救恩是什么呢 救恩的意思是 是redeem我们 就是说是将人 就不会再被罪控制 所以人不需要再做罪的奴卜 也都被人压制 被劳略的人 能够得到释放 上帝能够打碎一切的邪恶 一切evil的东西 世界上的evil的东西 他能够打碎 他能够击败罪恶和魔鬼的权柄 并且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会亲自的来到你和我的家的里面 亲自来到你和我的心的里面 他会亲自的做救赎和赦免 所以圣经里面说到 安慰和救赎两个人 是一起的 是去安慰和救赎我们 所以人 当是有神治理的时候 人就不会再因为 人的罪而受到奴卒 我们重新的得到平安 不再定罪 当神作王的时候 平安和公义和救赎安慰 就成为这个事实 福音是讲到 神已经作王 福音是什么东西 传福音 其实传福音 就是去宣布这件事 it's declared this reality to the world 将这个事实 告诉这个世界的人 已经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以色列人一直都是渴望 有这个福音的来到 现在这个福音是透过 上帝差来一个人 叫做救世主 叫尼赛亚来带出来的 所以他们知道这件事 已经很多年 他们都是渴望 这件事何时来呢 当耶稣来到的时候 耶稣就说 天国近了 神的福音 现在是这 他就在讲他自己 在圣经里面 很多人都知道福音是什么 但是福音真实的了解 有时我们都会 neglect了 有时我们都会 少留意了 我们少留意了 其实福音有一个秘诀在里面 我们叫做小为人留意的秘密 是什么呢 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呢 福音的主题 其实就是神的国度 The Kingdom of God 就是神已经作王 神已经归回 神已经做安慰和救赎 如果你回去再看 刚才Fred读的圣经 二财书第五十二章 七到十二节 你发觉这三样东西 就在里面 我写了出来 就是写了第七节 就是神作王 其实他还有说到 神是归回 因为当耶稣人犯罪的时候 上帝他们觉得 被抛离去巴比伦 上帝离开了他们 但当福音在的时候 就是说 无论你以前是怎么样的人 上帝现在愿意去你那些 去找你 去进入你的家 所以那叫归回 所以不单是神已经作王 祂已经归回 祂归回来 做什么呢 祂是做安慰和救赎 So the theme of the gospel is the kingdom of God 就是说到 God reigns, God returns and then God redeems 很多时候我们说 信耶稣就上天堂 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呢 你说是真的 不过那个是其中一件的小事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信耶稣上天堂 信了上 还有些重要的事 就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 就是你愿意被祂管理你 带着你 愿意祂跟你一起归回你 愿意祂安慰和救赎你 是现在已经开始可以享受着 耶稣治理那种的 kingdom of God的生命 就不是说等他死了之后才上天堂 所以信耶稣是要快 不是很傻 就是临死的时候 就先信 你很傻 是太傻了 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一件事 那你说 那我信耶稣 我现在明明点 你说些什么 信耶稣 是否真的这么重要呢 为什么是神国度 祂的作王是这么重要呢 因为呢 只有神作王 只要祂作事呢 我们才能够去到天堂 因为魔鬼世界上 世界上 各位各位朋友 我们没有可能是中立的 就是我又不要上帝 我又不要魔鬼 我喜欢怎样就怎样 你又上了 没有这样的 要么是这边 要么是这边 所以当我们没有愿意 给神接受福音的时候 我们去不了天堂的 因为魔鬼扯着我们 圣经里面告诉我 地狱不是给人的 是给魔鬼的 所以魔鬼扯着我 带我一起 带我一起下去 我没有能力可以顶得住他 所以如果我不让神在我生命里面 是作王的时候 我永远不会上到天堂 我只能跟着他走 而且他一直蒙我的眼 让我以为自己很醒 我不知道是这样的 所以当我们是以神作王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真的去到天堂 而且他告诉我们 他是God returns 回来我们 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因为我们的过犯 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救赎了我们 所以我们能够大得安慰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福音的内容 其实就是神作王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今天欢喜快乐 让我们今天知道 我们已经不需要再被魔鬼扯住我们 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交给神作王的主 那福音 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福音的内容又是什么呢 其实福音的内容 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平和救恩 为什么呢 因为原来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 这个尼赛亚这个救世主 去作王 去归回 去救 就是他 派他来做这件事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那我们怎么知道呢 你说耶稣作王 那是不是真的呢 所以我们要看圣经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是不单单解决别人的疑难 我们要带人去回圣经的里面 去看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救恩 我们叫做the deeds of the messiah 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工作 你就会发觉 那个神里面说作王的是什么样的呢 归回是什么救赎是什么样的呢 你就会看见 原来神已经在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件事 所以原来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在那里作王 所以他说 Jesus was and is God reigning and Jesus was and is God returning and Jesus was and is God redeeming 那个意思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 所以当我们去带人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今天我们说 人人都可以领人归主的嘛 不单单我们和别人谈很多别人的问题 神有没有存在啊 圣经是不是真的啊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人看见 其实福音的内容呢 就在耶稣那里 因为是耶稣自己 他是在那里作王 他是在那里归回和安慰和救生